声闻跟圆觉 声闻就是听佛的音声 而达到解脱的 那圆觉就不一样了 圆觉相较于声闻 它比较立根一点 它只要圆取 这个因缘法的无常法 提悟十二因缘 它可以自立而解脱 那在佛的十大弟子里面呢 也有这个圆觉的根性 有一位是哪一位呢 大家设 大家设呢 在经典里面 他有提到说 我如果没有遇到佛呢 那他也能够靠自立 而达到这个解脱 在经典里面 佛是对大家设呢 非常特别 他曾经分伴做给他 那他是属于 那个圆觉的根性 那佛 其实在面对十大弟子的时候 不同的根性呢 他都用不同的法去度化 那也不是每一个弟子都听他的 那有听他的都解脱了 那没听他的可能今天都坐在这里 那这个声闻呢 就是听佛的音声去实践而解脱的 听什么法而解脱呢 四圣地 那这四圣地呢 就是苦极灭到的四圣地 那我们会轮回生死 一定有他的音 一个人很笨 有他的音 一个人很聪明 也有他的音 一个人很穷 也有他的音 一个人很富有 也有他的音 有些人 他的佛法 这个一听闻呢 举一反三 也有他的音 有些人听了佛法 听了以后反对你三次 也有他的音 都有音有缘 所以呢 我们会流转生死 有他的音跟果 那苦极灭到呢 就是在讲轮回生死的 因果 那还有呢 解脱还灭的因果 那苦极灭到 的四圣地的地呢 是真实的意思 苦真实是苦 极真实是极 灭到 那在南传呢 他一般解释四圣地 是解释苦地 苦之极 苦之极 圣地 苦之灭 圣地 苦灭之道 圣地 这是真实的 四个真实的道理 佛在 成佛的时候 第一次说法 第一次说法 就是说四圣地 让这个吴比丘呢 这个正得圣道 所以四圣地 不论是 在阿含经 佛所说的法 就是四圣地 四圣地 刚才讲到的 它就是 缘起的归纳 那我们讲到 四圣地的内容呢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 知苦 断极 正面 修道 知苦 苦呢 有哪些 我们 第一节课有讲到的 三苦 还有八苦 那 这个是一个果报 我们现在的苦呢 是一个果报 那这个果报呢 这个苦果呢 从 有情世间 跟气世间 所呈现出来 那 为什么会有这个苦果呢 它的因是什么呢 它的因是 烦恼跟业 所以 这个苦地跟极地呢 就是 祸业苦 我们会 轮转 流转生死呢 就是因为 有烦恼 烦恼 减料的说就是祸 起祸 就会造业 一般烦恼 就是造恶业 造恶业呢 就会感得 苦果 你感得苦果的时候呢 你又起祸 起祸之后又造业 造业之后呢 又感得苦果 感得苦果之后又 造业 造业之后呢 又感得苦果 感得苦果之后呢 又生起烦恼 烦恼之后呢 又造业 造业之后又感得苦果 不断的怎么样 就像轮子一样 不断的轮回 我们真的要这样吗 我们真的要在这个世间当中 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要在这个三界当中 我们要在这个六道当中轮回吗 哦 不要 那不要呢 不是口中说不要 就能够不要 它必须要有方法 它必须要有道路 苦极灭掉的道呢 就是因了 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 涅槃 它是一个解脱的境界 叫做涅槃 它有熄灭的意思 那熄灭什么呢 熄灭你的贪嗔痴 我们有很多的贪嗔痴 贪嗔痴是烦恼 我们不断的生起烦恼 不断的生起贪嗔痴 然后起货 造业 然后怎么样 赶得苦果 赶得苦果之后呢 我们还怨天 游人 把这个责任呢 丢给别人 怪东怪西 怪别人 绝对不会怪自己 那当你知道苦极灭到的道理之后呢 你就知道说 你现在的苦果 就是你过去所造的因 你未来的乐果 你必须现在造作这样的因 你才有办法赶得乐果 不论是世间出世间也一样 有的人呢 只是坐着 天天想要生活过好一点 但不努力去工作 他的生活是永远不会过好 没有这个因 怎么会有这个果呢 没有这个因 怎么会有这个果 所以世间是公平的 佛法是公平的 你会发现 你所受到的任何果报 公不公平 公平 所以你从今以后呢 你要不要怨天游人呢 不要怨天游人哦 你要怨谁 怨佛陀好不好 问我 为什么佛陀 你看很多人不是 跑到那个佛陀面前 有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你是佛陀的话 那为什么不会这样 你造了这个因啊 你为什么不会赶得这个果呢 当你开宾室住豪宅的时候 会不会去问佛陀 我为什么会这样 会不会 所以这佛陀 看到众生 这么没有智慧 也真的很傻眼 不过我们要知苦断己 我们要断除我们的烦恼 然后呢 我们要修去向于解脱的因 这个因是什么呢 这个因就是三学跟什么呢 八正道 三学八正道 它是一个让你得到法生的养分 解脱法生的养分 那这个解脱法生的养分呢 有三个 扩大的说有八个 可会再扩大 三十七个 那三学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界定会 然后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这是因 有这个因呢 就能够去向于 这个解脱的涅槃 那这个涅槃呢 如果以 声闻来讲 他能够知苦断己 正面 他能够修到 修三学八正道 他就能够 体悟到 吴云涅槃 这个吴云涅槃 是自己解脱 自己解脱 所作以伴 那但是呢 他有没有 去度化众生 让其他众生也解脱呢 没有 那所以呢 这个二圣呢 他发的就是出离心 他处理三界的心而已 那我们再看第二类 他也是二圣的根性 他的发心比较小 所以我们叫小圣 其实小圣没有扁的意思 就是他的工具 交通工具比较小一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圆绝的根性 这圆绝的根性 他是体悟十二元起 其实这两个呢 他是有点类似的 那 四圣帝呢 他是讲因果 十二元起 他也是在讲因果 流转生死的因果 流转生死的因果是什么呢 因为无名 原形 起或造业 行元四 感的苦果 四名色六路 处受爱 取有生老死 三四两重因果 十二元起呢 他讲到三四 过去是 过去造的因 感得现在的果 现在造的因 感得 未来的果 总共十二个 如果你的 烦恼没有断 那你就 感得未来的生老死 存大苦聚集 如果 还滅 还滅的话 无名灭 则行灭 四灭 生老死灭 你的生老病死呢 不再生老病死了 存大苦聚集 灭 你的苦就灭了 好 所以呢 你要了知 这个十二支 这十二支就是说 那你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你从三中来 不是 你是从哪里来 从无名原形 行原事 你是从烦恼而来的 那 十二元起 他也讲到烦恼 那 四圣地 他讲的烦恼在哪里 在极地 极地呢 是烦恼的极起 起或造业 感得苦果 起或造业 感得苦果 那 元起的 三四两重因果呢 他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其实佛法呢 简单的说 就是说 因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造善因 感得善果 造恶因 感得恶果 好 这个呢 是等流果 那也有 当然也有 因是三恶 果是无忌 这是一手果 好 那 圆觉呢 他必须体悟 这个十二元起 那 佛呢 他也是体悟十二元起 而成佛 但是他的差别在哪里呢 他的差别是在他的发心的不同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 好 等一下我们比较一下菩萨跟二圣的差别 那这里呢 讲到缘起呢 他有三个内容呢 我们可以稍微思维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果从因生 第二个世代里程 第三个呢 友谊空力 这缘起的道理 你如果从这三个地方 由浅而生 有这三个层次 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所有的果报都是从因而生 叫果从因生 有没有可能说 有果没有因 有没有可能 在佛教里面讲不可能 有果 你现在的任何一个果报 都是有因 包括你的五蕴身心 你的身心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人的那个身心呢 比如他的六根 有的长得庄严 有的长得不庄严 那有的烦恼比较重 有的烦恼比较轻 有的智慧比较高 有的比较愚笨 有人比较有财富 有人比较贫穷 这个都是什么呢 都是有因 有缘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果从因生 当你知道果从因生